《新年》第31章第10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但在那段時間,因為我研究的速度一直增加 就如我所說,我自己過目不忘那種的級數 所以當你聽到這篇訊息的時候 你會發覺主人一直在說關於我怎樣使用 兩個星期內看完全歷史上所有關於耳機、音響、喇叭等歷史資料 然後用一個星期改善它 這就是我現在研究資料的速度 即是你把全世界某方面最頂尖的資料 連過去的歷史都放在我面前的話 尤其是現在是網上的資料 我懂得如何調查它的內隆去脈、發展史 理解它的原理、吸收它的優點、排除它的缺點 然後改善它 這個基本上 你想想一下,對於一般人來說 自己花了幾十年 都不會做到我十分之一的事情 即是,如果可以 你會看到一些組織 它根本研究小組都不止十個人 又不可以複製到我做到的事情 你會知道我自己現在研讀的速度 在當時一直加快 到現在的程度 基本上是 即使我現在去讀一個學位 其實我不需要斷月計 即是,斷禮拜計 我就可以讀一個所謂 所謂最高的學位 因為我自己研讀的速度、記憶和應用 我一邊看的時候 我在腦裡一邊消化 能夠由開始看 記憶之外 消化之外 當我看完資料 我已經全部都能夠認用了裡面的資料 能夠懂得認用 我看過的資料 因為我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會計算 以及量度 所以在那段時間 你能夠想像我花六年去研究的一個私底下訊息 即是現在打算把裡面的精要分享給你 那你就明白我講到什麼了 當時我去用這幾年去研究 才慢慢理解一個辛腐威神的面前 原來是怎樣的 當然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思維和你們去分享 我選了一個最簡單、最明顯的方向 和大家去分享《言腐篇》 讓我當時理解了什麼 事奉裡面有什麼 而相對也是一個旁枝 我對比給你 教會當中的弟兄姊妹 讓姊妹知道你怎樣成為一個研究 當然 我現在分享的內容當中 其實是很多 你現在才聽 現在才做 都慢過龍 但當然好過不做 但其實這套訊息 我覺得 都打算是說了之後 給千禧年的婦女去聽 讓她知道身為一個太太 應該有的責任 因為肯定是現代沒有的 而事實上 肯定我現在分享這個《言腐篇》的話 對於很多大女人主義來說 你覺得我是藐視女權 但你和我分享《言腐篇》 我只要說出事實 所以肯定如果在這個時代 分享很多牧師說完之後 被人被女權至上 踢下台也像 但問題是沒有所謂的 我本身主要說出 我是因為《言腐篇》而理解 我如何學會 身為一個神父 如何帶領這間教會 成為一個 慢慢培育成為神的神父 而在過程當中 拿到《偶爾篇帕》 就是神的簽名 就成為我們自己一個很明顯的徽號 在現在 因為這個啟示 你會看到神為何給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拿到這個簽名 而你拿到《主耶穌基督》這個名的啟示 就好像我開始侍奉最早的一套訊息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我講就是最主要分享 如何能夠拿到這個名字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你整個信仰的歷程 在神的保護下 祝福下 權病下 討告仇盟英雲下 這是一個開始的起點 主耶穌的名字 但《偶爾篇帕》是全人類歷史當中 最終極的結束點 但是神給了我們教會的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 從什麼宗職走進去 帶領這間教會走進去 但問題實際上 在這麼多年當中 我帶領這間教會走進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為何給這麼大代價 為何你對神的同在這麼尊重 為何你搞教會的時候這麼戰敬 為何你身為牧師 不用這麼戰敬 但其實那些真是猛到反轉 因為這群自以為是人 知少少就扮代表 我直成都沒有機會 講高深一點的真理給他們 他們已經學了一點 就已經藐視這間教會的走的方向 我想讓你知道 我全部都是照著聖經給 一個辛苦的要求去帶領這間教會 而事實上我盡量消化好一些 這些人能夠吸收的訊息 去分享給你們 但那些人已經越聽 越覺得高深 沒話追得上 但不知道我已經簡化 已經不止超過十倍了 很多的訊息 而如果我照著神給我的心度 去跟大家說 我相信你現在到十幾年後 你就看到了 神一晚之間 將第一刻給我 但十幾年後 你們都讚嘆 到現在來說 你每個星期都讚嘆 神當時的智慧 對於一些人 又蒙失又蠢又驕傲 所以在我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我發覺做了一件事 就像主耶穌 你叫他怎麼教這些御夫 將這麼多真理 但他用見證去說 但問題是用見證的時候 有些人輕看他 就算由大也輕看他 所以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我自己本身在信仰裡面 其實就是一直吸收 而我個人靈收的方向 其實很少在主日 去分享出來 因為那是屬於我個人 而實際上 如果我將我個人靈收 在主日分享出來 我心到完全 你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底子 不是我這個星期的信息 我研究了一個星期 我可以用七個星期 甚至七年跟這個 我這個星期所研究的信息 就像一個教授 他在某個星期當中研究 用極之深奧 他自己所研究的數色 他不是用那個星期 可以告訴你 他極之深奧的數色 他不能夠用這個方法 說給一個還讀幼稚園的人 他還要打很多根基 由小學中學 一直到大學 大學畢業 甚至寫論文之後 才能接觸到這麼深奧的數色 然後他才解 所以你想想 一個大學教授 解開一個年 他自己覺得千古之迷 一生之迷的數色的話 難道他真的可以 用一個星期 去解回一個 在讀幼稚園的 四五歲的獸仔 是不是 我正在說這件事 就是如果 我將我靈收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分享 其實你們有誰會聽到 誰會聽得明白 所以現在我以自園方式 我就嘗試 將我當時博覽群書當中的精要 我以炎虎篇 跟大家去分析 慢慢地步步分析 當時我理解了 原來這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因為他們整體的骨幹 是可以在炎虎篇去找到的 針言第三章 第十節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著 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我以熱烈心智 上紅紅燃亮 願盡揭示神形象 既求將心獻一生也擺上 要散發光輝明亮 以我數學見證分享 成修獻惡魂思綜 上下發你智慧的法則 最吵架一彈奏思想 最吵架一彈奏思想 掌勢把握光游 原是黑中觀光已知 宣揚 成就了你未已 願能保障 全活地相但願 更為神現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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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